歡迎回到超級聯賽景 接著要進行的是 新海爭霸2的第二個對戰組合了 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兩位選手 都是重逐選手 只是一個是Made in Taiwan 另外是Made in Korea 好 我們來看到在畫面 左半邊的這一位Chak 是來自於韓國的選手 是 對 那接下來在右半邊的這一位Rex 雷漢成選手 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而且他手上握有泉水溝的獨家專領 對 無限期支持Rex繼續溝 對吧 對 這個Rex在他的泉水溝成名之前 他叫做雙煮菜蟲王 就相傳只要那一天的便當 有兩樣煮菜的話 他就會打得特別好 但後來他表示他想要升級 所以又變成三煮菜蟲王 那都只能吃燒辣的三寶 這怎麼辦 對 就可能一定要吃燒辣了 但自從他打出了泉水溝之後 他又改名成為泉水溝沖王 好的 我們現在是已經來到了 奧特星耀賽 好 我們看到奧特星耀賽 右下角紅色的 紅色的重組選手 這位是華語Spider戰隊的Rex 在左上角藍色的重組選手 則是華語Spider戰隊的Chak 闖放是一個對點 那這個的確很適合勾 好 那這裡也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Chak他是已經進入了 WCSAM區的這個精英聯賽 他現在來到的是32強的D組 即將在5月28日早上的6點進行比賽 那他在小組賽當中 第一個會對到的是 來自於美國的人族選手Nieb N-E-E-B Nieb 對不起 Nieb 這位… 也感覺不是很熟啊 沒有聽過這個人類選手的名字 對 他算是… 知名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他是來自於Fanatic戰隊的一位人族選手 那但是在這個D組的部分 小組賽當中 還有另外兩位實力不容小規的選手 分別是來自於中國的TOP 還有韓國的太賈 太賈就不用說了 這位… 這個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一位選手啊 印象中他最… 最出名的一戰應該是在… IEM紐約戰的時候吧 那段時間我們屬人家太賈無雙啊 就…這個…這個劍神殺神劍佛殺佛 非常非常恐怖 那…TOP的這位中國大陸來的選手呢 他的外號叫做一波狂魔 遇到什麼人對吧 都給他兩框一波下去就對了 從來不跟你打後期營運的 兩框一撲就是王道就對了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雷雷這場剛剛好像是放了一個10滴對不對 對…這個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在我們櫃的家裡 應該是一個15滴的正常開局了 那這樣的話就要看看第一時間了 因為這張地圖放10滴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打法 原因是因為對方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了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 查覺你的意圖 對對對…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 時間是已經來到三分半了 王蟲都還沒… 第一隻王蟲洞還沒飛到對手家裡面 這樣的話根本就… 沒辦法判斷對手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幹什麼 好 這邊我們看到 雷雷家裡這個狗速師已經開始提升了 而且牠停止出產工蟲 牠現在已經在舔擊狗狗囉 我們剛剛這狗狗的數量還挺多的耶 對啊 這要速狗一波直接A死對手啦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Check的防守功力如何 對…Check現在… 因為Check自己是一個狗池開啊 所以… 所以還可以守… 但是若你在於牠有沒有看到 然後在於 Rex待會兒這一波狗出去啊 牠會不會繞… 欸…欸…欸… 喔…好像真的繞開了嗎 哇…兩邊有看到少量的狗 哇…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Check要… 趕緊反應啊 Check自己家裡我們看到牠是有媽媽 但是牠接下來有開始出狗了 然後也放了一個地字 這擋得了嗎 有點難 感覺有點難 因為你看到這個蟲胎 還沒有鋪到這個鞋礦門口 對…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 就是放石墊的優點就是像這樣子 主礦門口離家裡面太遠了 沒辦法令娃娃來守 對…就變成這個蟲胎還來不及 就是鋪到我們這個鞋鋪上面 這邊… 狗狗太容易長期植入了 對… 哎唷… 這個拉公兵出來守啦 這個可能要… 這些農民只是會很傷啊 嗯…不過還好 工兵是直接拉走拖了一下時間 那看到你第一次長出來 立刻二話不說就直奔你的二礦這裡 對…這邊… 喔…這邊還雙線啦 打雙線耶 哇…這個有點騷包 對… 不過… 加在裡面第一次是好了 對… 再花…感覺… 全水溝重亡 對…感覺面狀況太多 喔…還好… 還是殺了七隻公兵啊 喔…不錯喔 對…但是問題在於就是說 現在對方是有二礦的 我們確認這邊是有二礦的 重環上是很充足 這邊如果沒有辦法造成更大的傷害的話 反而雷雷會有劣勢 對…非常非常劣勢 但他現在只有一波的一個… 一個機會了 因為他現在停在十隻公兵 哇…硬咬第一次 這個…這個… 這個有點… 有點衝動啦 沒有…我們看到媽媽兩次幫第一次補血喔 室友救了回來 所以編人說這邊雷雷 他雖然早期有殺到七隻公兵 但接下來似乎毫無劍術 又在跳舞了這個Chuck Chuck剛剛的小狗又在跳舞啦 對… 這個…難道是… 我愛Spider韓族選手 特別喜歡做一件事情嗎 跳舞… 有可能喔… 他們可能也是說好的對吧 對… 只要優勢我就跳舞 這邊感覺反而是雷雷 對…有危險了 對…沒有辦法喔 這個…一波… 雖然… 雖然這張地圖的確真的很適合打一波 很可惜喔 最後還是被Chuck給守住了 守住了之後 我們看到雷雷這裡… 家裡… 面對… Chuck的進攻也只能夠繼續爆狗 他不能夠去補充自己的經濟 對…因為沒辦法 這個時候他在補… 補經濟… 對方是兩礦啊… 兩礦在那邊補的 好啦…這個… 家裡面都封住了對吧 然後第一次都下好了 對…我們看到這個蟲 他已經往外撲了 而且剛好這個斜坡口又比較窄 兩個媽媽手牽手一戰 大家都沒得完 你不用進來了 對啊…這個…不知道… 雷雷會不會上去一看到兩鐘 他賭口就算了 然後打GG就算了 是… 心想哥等一下用潔水勾 果然 勾到你心裡發痕了 Chuck 你給我等著沒關係 第一回合先讓給你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蟲竹的內戰了 Chuck 對上雷雷剛剛是由Chuck 率先拿到了一分 接下來我們看到雷雷Rex選手呢 這邊選擇的地圖是 世宗研究戰 是的…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左上角紅色的重組選手 就是Rex 雷浩森選手 右下角藍色的重組選手 這是同一個戰隊 華裔斯敗的戰隊的Chuck 我們每一次之前是遇到這個 好壞哥擔任賽評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虧他 因為你知道好壞哥的下巴 是越來越多層了嗎 對… 然後我們就安慰他說 你不要難過 因為在蟲竹的世界裡 體重越重 就代表著你實力 是越來越提升了 對…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廣告對吧 是… 一手一夾 哎呀…兩層 還不行 然後現在這個手杯 哎呀…一抓 哎呀…三層了 是… 非常非常恐怖啊 看來他的實力真的是 越來越恐怖喔 逐漸提升喔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體重就象徵實力呢 今天我們就要藉由這一組來進行驗證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紅色… 紅色的蕾蕾喔 Rex這邊呢 他的這個體重剛剛有目共睹啊 剛剛拍到他的時候覺得 喔…這個螢幕充滿 對…這個一抓可能要五層喔 這非常恐怖啊 可是拍到這個… 那我去查看的時候就覺得 欸…查看是不是有一點比較瘦弱呢 感覺韓國選手好像大部分都是這樣 嗯…對…他們好像都是… 呃…比較… 纖細一點點 嗯… 除了少數啊 像什麼MC啦 喔…這個神族總統這個… 對…這個神族總統真的是 越來越… 越來越像蟲族的對吧 對啊… 他應該轉蟲族才對 對…這個韓國的頂尖神族選手 MC喔 他的這個體重也是… 不斷的直線上升啦 不過… 回過頭來到底就是… REX能不能守住我們台灣新海界蟲族的這個鐵綠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體重象徵的實力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了好不好 好…那… 我知道在網路上面是有發起這個… 藝人疑心支持他不斷的泉水溝喔 那今天好像說如果真的 REX雷雷雷浩成選手有再一次使出泉水溝的話 好像有熱情的網友說要送錢 喔…希望他能夠先守住這一波再說啊 好…不然大家勾不起來啦 是的…好…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是有少量的狗 藍色的這個是Cheak對不對 對…他這次換Cheak是10滴 用同一招打…用同一招打這個雷雷啊 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說… 哥示範給你看什麼才叫10滴 是… 我們看到雷雷這邊的第二個主堡 是被迫取消了 對…這個… 有點虧 對…第一時間沒有看到他出來 這個…而且第一張第五比較小 喔…這一波… 要守住應該還是有機會喔 因為畢竟… 他是已經把這個礦區取消掉了 然後呢直接… 我知道今天的這個便當主菜一定很不好 今天吃什麼…今天…欸今天是燒辣 但是好像是只有一個主菜而已 對…難怪… 老師你突破盲點了 好啦…這個媽媽出來了 要守住應該是有機會的 但是…小狗…小狗…小狗… 好…我們看到這邊暫時是解除了危機 那在翔哥後續呢… 從上面的這個生產列表可以看到 他繼續狂出狗狗異化蟲 對…完全沒有要營運的意思啊 對… 就直接抱狗一直壓過去了 而且他這個狗速食已經提升來到一半了 不過剛剛他是有放下了這個第二個主堡 對…剛剛放下 因為其實持續在抱就已經… 就開始有點不明智了 因為對方的媽媽已經出來 媽媽出來狗出來 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太多的一個… 夾置空間啦 嗯… 那他這邊還是再一次呢… 脫緩了雷雷他二礦下去的時機 對…兩邊現在二礦… 其實… 以…那個… 以兩邊的進度來說啊… 呃… 二礦進度大概差一半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而且工兵數量… 最主要是工兵數量兩邊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這邊又棒 有大量的狗狗 可能想說我這狗速是剛提升好了 我現在要趁著這個優勢 我要再壓你一下 嗯… 就看看… 就看看雷雷這邊…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有時候大家想說 哎呀… 這個守住了 然後就安心補宮兵 對… 然後結果一放心 不好意思了 我下一波又來了 是… 放主堡不代表說我要… 我要影韻代表 放主堡只是我要多一點 從來自私抱狗 嗯… 好…我們看到這邊 測試狗狗的數量是有一點多 要硬咬媽媽媽嗎 嗯…有點難喔 有兩個媽媽祖口 這個防守威力是滿強的 欸…可是有個媽媽看起來快要倒地了 有能量補嗎 沒有…兩隻都倒了 哎呦…這有點可惜啊 哎呀…而且這個地是沒有爬過去 太可惜了… 我覺得我要為今天的場比賽負責 真的嗎… 早知道今天在雷要上場 我應該多買幾個便當 把裡面的主菜全部集合成一盒給他 是… 為他加油附陣 真的是太可惜了喔 哇…這邊這個要審視慘重了 這個就真的已經沒辦法了 好…我們看到第二個回合 又是由Chak取得了勝利 是以2比0 贏得了今天的比賽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啊 好…這邊呢…我們看到 今天星海兩個對戰組合 都已經圓滿結束了 第一個對戰組合是 Cheetos對上Daisy 兩位也都是華為Spider的選手 最後Daisy是以2比1 取得了勝利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個 對戰組合是Chak對上Rex 是以2比0取得勝利 馬上看一下明天的預告 一樣是晚上8點準時開始 在KR跑跑的部分 進行的是A組的個人賽 而在SF的部分是華為Spider 要對上遊翼閃電郎 接下來在星海爭霸的部分 Chak一定會再一次的登場喔 他要對上的是Hass 而Fist要對上的是另外一位 我們星海的選手喔 所以我們今天的比賽 也是還滿精彩的對不對 是… 那在這裡我們要先謝謝阿華老師 為我們帶來精彩的解說囉 謝謝麗珍 謝謝 那也謝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上再會 掰掰